曾經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主管 比較遺憾熟悉是97年底開始 出入全球最大債券基金之一 太平洋投資管理行政總裁 長達近17年 期間基金資產管理規模 一度會增達2萬億美元 近年他不時批評聯儲局的政策 例如不應該問事計劃加息 不過同時又維持息率在超低水平 又認為2%的通脹目標是過高 他支持特朗普放寬金融監管 和減稅的主張 認為可以容許聯儲局 更快將貨幣政策正常化 但有分析認為 他在貨幣政策立場略為英派 可能傾向更快加息和減持債券 縮減資產負債表 除了副主席 現在聯儲局七人理事會中 還有最少三個理事空缺 因據大約三年前的修例 其中一個理事必須要有社區銀行背景 希望令政策更貼地 有正程網站引稅消息說 當局正是考慮提名由坎薩斯的銀行出身 現在是當地銀行監管組織主管的包曼 填補這個理事席位 據報白宮早在下季已經鎖定了他 而且已經通過了內部篩選程序 不過可能要等副主席 再一起宣布提名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謙報道 油價跌超過1%至個幾星期以來最低 受到國際能源處調低原油需求增長預測 和美國產油量預料持續增加所影響 國際能源處將今年和明年 全球每日原油需求增長預測調低10萬桶 說較暖的天氣可能會令到能源消耗減少 另外美國能源部上日表示 美國葉岩油每日產量下個月將會增加8萬桶 在連續第12個月增加 紐約旗油以每桶55.7美元收市 在今個月3日以來最低收市價跌1.06美元 跌幅接近1.9% 民燈旗油連跌第三個交易日 收市部62.21美元 同樣是今個月3日以來最低收市價 跌95美元 跌幅1.5美元 紐約旗油收市之後 美國石油協會公佈 當地上星期原油庫存增加650萬桶 稀油存量增加240萬桶 市場就預期兩行都減少 正流油存量就減少250萬桶 減幅大過預期 數據公佈之後 油價在場外交易時段跌幅擴大 無線電視記者 尤家輝報導 紐約股市回跌 通用電器和能源股受壓 到期之工業平均指數跌30點 到23409點 標準普遍500指數跌5點 到2578點 美國稅務改革前景不明朗 和中國經濟數據令人失望 都影響市場氣氛 通用電器上日宣布重組 並調低全年盈利預測和減派股息 股價繼續下創 加上能源股跟隨又加下跌 帶市扭轉上日升勢 道指早段跌168點後反彈 重上23400點水平 最後收復大部分失地 通用電器股價連續第二日急跌 曾經跌至接近6年來最低 收市跌近5.9% 是跌幅最大道指成份股 控肥石油跌2.5% 同業埃克森李夫跌近0.8% 在科技股方面 蘋果公司跌1.5% 立資投指數 扭轉過去兩日升勢 收市暴露6,737點 跌19點 無線電視記者 陸子旗報道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餘托證券 造價普遍低於本港收市價 匯豐控股收市折合75.41 日本港收市升2.6% 中移動79.28 升7.3% 中國石油股分5.35跌7% 中國海洋石油10.75跌1.5% 中國石油化工5.59跌4% 騰訊控股382.81跌5.19 中仁壽26.55跌2. 長和96.99跌1% 港交鎖233.85跌1.75 聯想集團4.49 沒有升跌 歐洲主要股市持續下跌 受到天然資源類股沽盤影響 法國股市連續第七個交易日下跌 英國和德國股市連跌第四個交易日 倫敦富士100指數跌不足1點 巴黎股市跌26點 都是跌至六星期幾以來最低 而德國股市跌40點 人民幣公斤條收市價報273.04人民幣 總成交超過134億人民幣 輪對黃金收市價報1281.05美元 成交超過160億美元 本港內匯基金票據方面 兩年期票據 息率是報1063 三年期報1273 十年期報10763 騰訊有持股的內地汽車買賣平台 逆音集團公布招股結果 公開發售部分收到超過30萬份認救 超額認救大約560倍 根據回撥機制 這部分佔整體發行股份比例 會升至三成半 一手中簽量只有一成 與之前全民相同 要認救30手才穩獲一手 國際配售部分 亦獲得非常大額超額認救 回股定價是7.7 是招股價範圍的上限 集資大約65億 股份是星期四掛牌 接著社評則叫 交給你一張文彩 好啊 明報社評 政府提出六稅分流方案 建議紅稅和私稅加價 替代隧道就減收費用 隧道分流計劃初拓十幾年 到現在仍然未落實 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數二萬計市民每日繼續飽受速車之苦 但希望今次政府果斷行動 不要再指上談兵 大公報社評 大球場上演亞洲杯外圍賽 香港對黎巴亂 現場有近百人 在國歌奏起的時候發出開聲 國歌法已經進入本地立法的情況下 小數人仍然公然作出侮辱國歌 散播港獨的行為 事件的實質 已經不再是甚麼個人表達自由 而是已經到了公然違法 和挑戰中央的嚴峻境地 香港現在有競爭條例 和競爭對手合謀圍標是犯法的 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全力打擊圍標 維護公平競爭 保障大家的權益 舉報圍標 喂 在你身邊十年 你試過認真看看我看 我就多奇了 我是你著十年騎駕駛執照 今年起有幾十萬人的駕駛執照要逐理 最方便就是用運輸著寄逼 各位觀眾早晨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講天氣 過去幾天天色一般 比較多雲 還簡中下著雨 在最新的衛星影像那裏見到 雖然華南地區仍然有些雲帶覆蓋著 雲帶比起早幾天離港已經沒有那麼厚 而且還有一個消散的跡象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日間 將會是短暫時間有陽光 而今天的最高氣溫大約會有25度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一兩天 覆蓋著華南的雲帶 將會進一步的消散 所以接下來一兩天 會見到再多一點的陽光 不過到星期六 天氣有個明顯的轉變 星期六將會有一道南風抵達華南 到星期六晚 我們天氣會顯著轉亮 而且在天氣圖 看到華南地區 介紹的氣壓等下線相當緊密 代表著風勢也會比較大 還會有幾陣雨 在一些空曠或比較高的地方 我感覺還會再涼一些 大家在星期六或星期日 安排了或將會參加一些湖外活動的話 記得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 以及組織這個準備功夫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接下來的一兩天 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不過到星期六晚 天氣會顯著轉亮 而且風勢也會比較大 還會有幾陣雨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放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seria 刺濟 好 好 好